你看我这弄的只130块钱 130块钱 还是一个盒子笔 这个 看着笔面 并没有什么问题啊 你这130块钱买了吗 这不是的 这是当时 我去看那朋友呢 就借钱去了 找他办男事 他这个人真让人讨厌 我要这样说吧 因为 你看我找你借钱 我求你办事 我给他买 找别人办事 我得给他点两项弄一下 点两项的 130块钱买了 买来走了 他反而他不借给我 他说你之前借过的钱 还没还给我了 你现在又给我借钱了 我想着你又不差钱 你这人也真够有意思的 你不差钱 你得借过一点不多了吗 你还要 要借钱的钱 那这话就不对了 现在这行情啊 都不好过 说话说了好吗 有借有换 再借不难 你不能说 这上面一笔账 还没还完了 又借下一笔啊 他又不差借 我能困难 他都在帮忙我 说说 那他给你个姻缘 那这倒不是了 他不借我 他叫我粘出来了 粘出来了之后呢 我说这事没办成 你还收我的牛奶 你不得要我两项牛奶 还给我吗 对不对 我哥们儿 等了有讲迹十分钟 他不还给我 我一想 我看好了 我看好了 他又想 黑我的牛奶呢 哈哈哈 一般啊 就是周庆方游啊 随手点两件礼物啊 是个理解 对啊 他这人 都是不加牛啊 他不会离啊 对不对 那这个姻缘咋来呢 这姻缘是 我看他在 那个 桌子上放着 我给他送回来了 我 看能不能盯我这个牛奶一天 哈哈哈 可能老关你不太了解姻缘 虽然为你讲一下吧 你这个是拱拨的盒子 一镜苹果集入口盒了 看鼻面来没有问题 一眼凯眉 这个是 凯国金钱币 凯国金钱币的话 是 民国院年发行的 也就是已久一二年 因为当时啊 大家推荐 孙仁山先生为民国临时大农通 也宣布民国成立 请朝灭望 但是呢 由于党是 笔子混乱 除了赤转生 该住大汉银币 还有这个福建生 该住总华月毛外 大部分的找笔上啊 主要开始沿用 请朝的 银币 所以说为了改革笔子 也为了反面老百姓六种使用 就法性 组造了这个 凯国金钱币 这个凯国金钱币的 正面是 孙中山 然后 背面的话 是 五穀的表纸 也象征着 五穀 劝能勿本 整体来说 开国金钱币呢 我们也俗成为肖透 有啥说 肖透的 主着量 是没有大头 躲的 而且啊 法性的年代 也比较糟 但是整体来说的话 肖透的价格 要比大头 抵得多 铺统肖透的话 能周到七八百 但是大头就能周到 一千三四了 因为啥吧 因为大头被称为 因缘指望 大家更认可 大头 认知度高 万的认夺 所以说他的甲位 也自然是一张串稿 而肖透的话 弯的认比较少 所以说他的甲位呀 目前没有大头 但是 小头也有 比较贵的斑 小头怎么看 比较贵的斑吧 首先看背面 背面 这是六角形 如果说您是 上五行 五角形的话 一个轻轻松的 要几万 而且还有下五行 在这两方位置 如果是下五行的话 也要几万块钱 你这个的话 还行 带了一个小斑 左右闪滑 左右闪滑 这么分辨吧 在这个位置 然后正常 普通般的情况下 是一纸 它这不是有三纸吗 左右抖油 而且您这个 流桶痕迹也非常少 降材保浆也特别漂亮 这个的话 我给你股价能 股到三千块钱 这个东西 三千块钱 值那么多吗 是的 这个医院已经一百多年了 已经算五几万物了 所以说他的家伙呀 也是相当好 那正常给卖了吧 我正常赚缺钱 相当于顶过来 那个牛年钱了 哈哈哈 这个有点过分了 老婆 你要说实话 朋友之间 你要不吃钱的东西 你拿个小物件 他也不会说啥 咱这两三千块钱的东西 你给家卖了 总不合适吧 这没这不合适的 算 算我借给他 借了他的钱 我建议你呀 最好经过他 通意 如果他愿意借给你的话 肯定可以 如果不愿意了 换个人家 你的意思是不熟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这有九本的东西 我们备好 那我给他赏量赏量 走走走